为了让社区的民众对盲人从建院有进步的认识与了解 光起高中的同学主动申请到院进行参访 并且亲自体验是让朋友面对生活中所碰到的各种情况 要如何的治理客服 然而这种真实的课程体验参访的同学们也做了心得分享 为了让周遭社区更了解盲人从建院设立目的 光起高中同学主动申请入院参访 想要透过实力走一遭近身观察视障者的生活 甚至还在社工人员的指导下体验视障者会面临到的状况题 我们希望说学生们 因为他们都是一些身体正常的学生 那我希望说他们来体验一下说 如果你是一个视障的人的话 那你的生活中间可能会碰到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那从这边的话他们可以去关怀 然后更深刻的去理解这些视障朋友们 他们在生活中所碰到一些不便 那从而呢激发他们的一些爱心 来协助这些视障朋友 也让他们能够呢更深切的来体验说 生命呢就是要不断的去照顾一些 一些需要我们照顾的生命 他们不方便啊 就是看不到啊 然后要别人帮忙 那我们看得到的都自己帮忙就好 自己做就好 就是觉得他们很厉害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也不敢 也不敢走出 这家门 因为觉得很恐怖 参访以外同学们也加入劳动服务 主动打扫院内环境 希望让视障生可以在卫生又安全的空间中 学习一技之长 我们希望学生能够透过那个 劳动服务的精神呢 然后来那个更深入来体验说 这些视障朋友 他们生活的周遭环境是什么样 然后我们来那个协助他们 帮忙他们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服务社会的一个精神这样子 看出他们就是怎么样 学习一些 对自己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让他们了解 一些比例上 比如上是那种 碰热啊 什么的 就是可以让他们帮 就是自己生活的时候 对他们有一些帮助 然后以后也容易找到工作 光旗高中已陆续有三个班级 主动报名餐 生命教育课程 让同学们了解 习福以及同理性的重要 重点是未来遇到视障者 可以清楚自己能给予他们的协助 有哪些事项 这可是学校没教的事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